在开始今天话题前 先来和大家聊一下本期节目的赞助商 ServeShark VPN 如今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 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休闲娱乐 在生活中处处都离不开网络 我们会发现酒店、商场、机场等公共区域 都会提供免费的WiFi 但是也正是这种公共网络 由于安全性能低 因为图一时的方便连接 很可能会遭遇恶意软件的攻击 导致个人的信息被窃取 那么您怎样才能没有顾虑的 使用公共的WiFi呢 ServeShark VPN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ServeShark VPN能够加密我们的网络数据 抵御黑客入侵 防止信息盗用 还可以拦截广告和恶意软件 保护我们的网络隐私 另外ServeShark VPN 还可以打破消费价格的地域限制 例如你在网上购物 预定机票 酒店就会发现 不同地区的价格是不同的 这时呢 如果使用ServeShark VPN 就能帮你获得最优惠的价格 ServeShark VPN是市面上 性价比最高的VPN 一个月您只需要花一杯咖啡的钱 就能满足以上所有的需求 而且买一个账号 所有的设备都可以使用 只要点击我的专属链接 并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XBXYN 也就是我们节目拼音的首字缩写 就能享受17折的超级优惠 订购两年计划免费送三个月 为了打消用户的顾虑 ServeShark VPN还承诺 30天内无理由退款 有需要的朋友 赶紧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吧 一千个人读圣经 会有一千种读法和认知 一万个人读圣经 会有一万种读法和认知 信神之人从中会读出真言 世俗之人从中会看到传奇 追逐神秘力量的人 关注的是超自然的记录 历史学家从中探究的是历史的真伪 大智慧的人从中能领略 宇宙和生命的真迹 观天看地走近神起 这里是信不信由你 大家好 我是李明 伊丽莎白是圣母玛利亚的表姐妹 伊丽莎白的丈夫是祭司 莎加利亚 虽虔诚持戒 但年过半百 却没有子嗣 当时玛利亚已经与大卫家的约瑟 订了婚 但还未出嫁 一天天使长加百列在圣殿中现身 他告诉撒加利亚 他们夫妇将老来得子 果然伊丽莎白随后就怀孕了 怀孕六个月的时候 加百列奉命来到了住在拿撒勒的玛利亚家 向他问安并告诉他 你将怀孕生子 要给孩子起名叫耶稣 玛利亚非常害怕 对天使说 我还没有出嫁呢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天使回答说 圣灵将降临到你身上 你将受到神的庇护 孩子是未来的圣者 是神的儿子 你的亲戚伊丽莎白那么老了 也已怀孕六个月了 是个男胎 这都是因为神的力量啊 于是玛利亚接受了天使的祝福 怀孕了 然后他去看望怀孕的伊丽莎白 当他一开口 向伊丽莎白问候的时候 伊丽莎白腹中的孩子 就高兴的手舞足蹈 这个伊丽莎白腹中的孩子 就是后来的施洗约翰 这段故事呢 不仅在圣经 《路加福音》中有记载 在四海古卷中也有记载 而且无论是基督教 天主教 甚至是犹太教 对于圣母圣灵感应事迹的共识 都是一致的 不过呢 2002年 一部名为《处女玛利亚》的纪录片 却让人跌破了眼镜 记录片中 几位神学家和历史学家 根据对西元一世纪巴勒斯坦 妇女地位的状况的分析 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 他们认为 圣母玛利亚黑发黑眼 是个理发师 不仅彻底颠覆了 圣母玛利亚金发碧眼 身着华贵蓝袍的传统形象 更严重的是 完全否定了 圣经中有关圣灵感应的事迹 所谓圣灵感应呢 就是女子没有与男子 或者丈夫行夫妻之事 接触或吞食某种外物之后 就怀孕生子了 那么圣灵感应 到底有没有可能存在呢 其实圣灵感应 在中国的上古历史中 就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 在《春秋公羊传》著书中 就有这样的说法 圣人受命于天 皆天所生 故未知天子 这句话中的 皆天所生呢 其实就是圣灵感应的意思 为什么这么说呢 西汉经学家董仲书 在论行中 对圣灵感应 就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解释 他说 圣人的出生 秉承的是天的静气 而非人气 他举了三个例子 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大鱼的母亲 因为吞食了神猪 和义蚁而怀孕 生下了大鱼 大鱼就是夏朝的 开朝帝王夏鱼 根据《山海经》 《海内经》的记载 大鱼的父亲是滚 为了完成治水的使命呢 不惜上天 倒来了天地的神器 吸食吸壤来填水 结果呢 就触犯了天规 被天地命令火神祝荣给杀了 根据全上古三代文的记载 滚被杀后 三年大体都不腐烂 天地就觉得好奇 就又派出了天神来到羽山脚下 用无刀抛开了滚的肚子 忽然滚的肉身 就化作了一条黄龙 不见了踪影 大鱼的母亲名叫修吉 汉字中的修呢 同修字 就是修养修醒的意思 正所谓修吉以安人 也有的史记中 称大鱼的母亲为女喜 根据诸书纪年的记载 一天修吉外出的时候 无意中抬头看见流星 忽然汇聚到了一处 这就是古人说的流星灌某 晚上在做梦的时候 又梦见了这个天象 第二天他吞食了神珠和义以后 就怀孕了 十月怀胎十分辛苦 到了临产的时候 更是背痛如裂 一直昏死过去 滚没有办法 只好请医生抛开了妻子的背部 才将大鱼取了出来 最终母子平安 这可能就是古代的抛妇产吧 第二个例子呢 就是西的母亲 西是殷商的开朝始祖 西的母亲因为吞食了燕子的蛋 而怀孕 生下了西 西的父亲呢 是五弟之一的帝库 母亲是侧妃减敌 西也被后世尊称为 商祖和火神 诗经中有一首诗 名叫商颂 天命玄鸟降而生伤 讲的呢 就是简笛生戏的故事 史记 因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帝库娶了友荣式的女儿 简笛为妻 婚后第二年的春分 春风和煦 野花遍地 简笛按照当时的习俗 和妹妹来到了 溢水河边沐浴 正当他们在水中嬉戏的时候 看见远方飞来了一对 黑色的燕子 落在了简笛身边的 一块裸露的石头上 下了一个又圆又白的蛋 简笛就和妹妹 嬉戏着去抢 结果呢 简笛抢到了蛋 妹妹就说 吃了它吧 老人说吃了燕子蛋 很是吉祥 简笛就吃了燕子蛋 然后就怀孕了 生下了西 第三个例子呢 就是后继的母亲 因为踩了巨人的脚印而怀孕 生下后继 后继也叫气 是周朝的始祖 母亲江源是帝库的原妃 就是正始 后继呢 被后世尊称为 农耕始祖和古神 一天江源在郊外散步 看见了一个巨大的脚印 他正在好奇 顿觉一股暖流 在气海泉涌 冲遍全身穴位 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感 就莫名的产生了 要踩踏这个大脚印的欲望 于是呢 他就伸出他的脚 踩在巨人脚趾的大拇指上 一会儿就感到腹中 就像有胎儿在动一样 就这样江源怀孕了 他又惊又怕 生下儿子后 因休于无夫生子 曾三次弃子 第一次呢 把孩子弃于身像 第二次呢 弃于荒林之中 第三次呢 弃于寒冰之上 没想到啊 三次弃子都发生了 奇怪的事情 第一次在身像中 过往的牛马 都自觉的避开 绝不踩到婴儿身上 第二次呢 在荒林中 遇到了很多人 没有丢成 第三次呢 在冰河上 一只大鸟肥了过来 用羽翼为婴儿保温 三次弃而不成 江源就知道了 这一定是天地的意志 就把孩子给抱了回来 取名为弃 习心教养 弃长大后 喜欢农艺 教人种五谷 被尊为后继 称为周族的祖先 其实啊 这种秉精于天的天子呢 上古的三皇五帝 大多如此 例如 炎帝神弄师的母亲 任四 在华阳春游的时候 忽然天空中 透出一道红光 任四抬头一看 只见一条神龙 在半空之中 双目射出两道神光 与任四四目相对 就在此时 任四只觉得心灵悸动 似有所感 就此怀孕了 随后 生下一子 就是神龙 皇帝的父亲是少典 母亲是父宝 一天傍晚 两人在郊外田间散步 抬头仰望星空 突然 天空发出一道光芒 就像闪电一样 围绕着北斗七星 旋转不停 然后呢 这道光芒从天而降 落在了父宝的身上 父宝只感到 父宝有动 自此就有了身孕 怀胎两年后 生下了皇帝 福西和女娲的母亲 是华旭 被尊为华夏民族的 十祖母 一年春天 华旭到雷泽去游玩 他看见一个巨人的脚印 就非常好奇地踩了进去 顿时就怀孕了 生下了三皇之一的福西 根据帝王世纪的记载 帝库纳了四位妃子 除了正妃江源 次妃简笛 还有一位侧妃 叫庆都 这位侧妃本身的出身 就很神奇 春秋合成图记载说 她是天地之女 生于陡微之也的一块 流血的大石之中 从小到大 走到哪里 头上都顶着一团黄云 一年庆都回家醒清 一家人到郊外去游玩 来到生他的那块大石附近 突然一阵狂风暴雨 一条巨龙骤然而至 将庆都围绕起来 至此庆都就怀孕了 十四个月后 生下了瑶帝 上古时代 帝王的出生 漠不伴有神奇的异象 有的是夜吞北斗 有的是日月入怀 有的是满史异乡 感天地神灵而受孕的故事 不仅记载于正史之中 在异师的尾书中 记载的就更加丰富具体了 关于什么是尾书呢 这个有机会 以后再和大家分享 既然正史中 有如此之多的神异记载 那么这些上古历史的神话 到底是传说 还是确有歧视呢 现代科学告诉我们 人类能够繁衍后代 是因为金子和卵子的结合 夫妻之间行男女之事 交合而有了子女 那么神的后代 是不是也像人这样产生的呢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因为谁也没有见过神 又怎么知道神是如何生活的呢 不过呢 有一部仙侠陆剧 似乎给了我们一点提点 这部陆剧呢 叫做《香尘秘密静如霜》 曾经火爆一时 影片的开头呢 花神子芬产下了 与水神洛灵的孩子紧密 孩子的出生并非如人类这样 长在母亲的子宫之中 而是在一个水晶囚体中 吉米的元神是花神和水神的结合体 水花合合就是一朵冰花 神是可以变化的 所以花神水神和冰花神呢 都可以显现人系 也就是说呢 神创造下一代和人创造下一代 确实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不过这电视剧的故事 不都是编的吗 是不是只是编剧的想象力 极为丰富而已呢 其实啊 刚才那些典籍中 所记载的《上古帝王》和《圣贤》 都是不应人气而秉静于天 才圣灵感应的 这和电视剧中的描写 不是非常的类似吗 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感兴趣的 于是呢 就花了些时间研究了一番 发现如果用量子力学的原理 也是能够解释得通这个问题的 佛陀说 世界即宇宙 从量子力学的角度看宇宙 宇宙就是由不同大小的粒子构成的 在那期有关创世神的真相 那期节目中呢 李明曾给大家分享了宇宙的结构 宇宙中有无量无际的不同的神佛的世界 如果说不同世界的神根据自己的世界的样子和自己的形象造了不同的人类的话 有没有可能这些神们为了管理好造出的这些人类 就安排了一些神奇 下世来做人类的管理者 帝王呢 如果这个回答是肯定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根据太平预览的记载 圣经记载说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像他的鼻孔里呼吸着生命的气息 人成为了生物 无论是女娲还是耶和华 他们在造人的时候 如果仅仅是造出了人的肉体 那么这些用泥土造出来的人 就是一块人形的泥土 就像人离世后的大体 没有生命 不会呼吸 不会说话 因此 耶和华像亚当的鼻孔里呼吸生命的气息 女娲给了泥人元神 人就活了 换一个角度说 我们看那个去世人的大体 就是因为失去了活的气息 元神离体了 人就死了 如果元神回来的话 人就复活了 许多有过冰死体验的人 都是这样活过来的 耶稣的门徒曾经看见耶稣的复活 但复活的耶稣 为什么没有写现在我们的时空呢 人的肉眼为什么看不见呢 这是因为啊 耶稣的元神回到了他的神体里面 他所视线的是神体 而神体呢 是微观于分子的粒子构成的 所以啊 人的肉眼就看不见了 只有修行的很好的人 用天眼可以看见 所以呢 笃信耶稣的门徒就看见了 因此那些诞下上古的大神和圣贤们的母亲们 不因人气而秉静于天的圣灵感运 是因为进入母体的灵体 是带有使命下施的神 是洁净的 不受三界时空中物质的污染 才能保持神力 造福于民 换句话说啊 这些神灵感运而生的上古帝王们 他们注定是要当天下公主的 注定是要当帝王的 使命不同 承载灵体的肉身不同 成父的责任不同 这就是神和人的根本区别了 网上有不少这样的说法 说圣人皆无父 赶天而生 上古帝王都不是人生的 话虽粗鄙 不过呢 道理虽不全对 也不是太错 其实啊 圣人并非没有父亲 只不过他们的父亲 不在人间 而在天上 耶稣的父亲是耶和华 女娃的父亲是火神碎人士 最为神异的呢 就是帝库的第二位测妃 庆都了 她的诞生 源于天地在巨石上的血 自然演化而天成的 因此呢 这位帝女的诞生 和混沌之中诞生的盘古 是不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分享思想 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请YouTube的观众朋友们 订阅支持我们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见